法国农业部星期五证实 首批进口自荷兰和比利时两家鸡蛋加工厂 在4月16号到5月13号之间售出的20万个鸡蛋 是受到杀虫剂、浮虫精污染的毒鸡蛋 这批受污染鸡蛋已经流入市场 恐怕早已经被加工并吃下肚子 不过法国食品、环境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署强调 鸡蛋的浮虫精含量很低 少量食用应该不会危害人体 对部分法国人来说 毒鸡蛋丑闻早已见怪不怪 自有一套应对方案 目前法国农业部正通过受影响超市 尝试回收第二批进口自比利时 在上个月19号至28号售出的48000个受污染鸡蛋 并正在追踪这批毒鸡蛋去向 另外也正对涉案的80家公司展开调查 无论如何 截至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法国生产的鸡蛋受到浮虫精杀虫剂污染 而超市贩卖的大部分都是本土鸡蛋 因此在毒鸡蛋风波爆发后 鸡蛋售价和销量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